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圈子里不止你明星喜欢富豪 男明星也同样喜欢富婆 他们凭借自己的帅气征服富婆 从此改换了自己家的门庭 今天一泰就带大家来看看娱乐圈那些榜上富婆的男明星吧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许多人都很喜欢 也是一代人的偶像 这个人就是周润发 说起周润发大家肯定就很熟悉了吧 周润发从小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 虽然很辛苦 但是周润发还是很快乐 18岁时周润发到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TVB学习 毕业以后就开始了短暂的跑龙套 后来受人赏识 拍了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 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周润发的感情不怎么顺利 他的一生有三段婚姻 第一段是和演员陈玉莲 两人的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离婚后周润发又和于安安闪婚 当然两人结婚很快 离婚也很快 只维持了九个月 两人就离婚了 后来周润发陈慧莲 陈慧莲的父亲是新加坡富商 所以陈慧莲也算是一个富婆了 她也算是和周润发在一起 时间最长的了 两人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生活的还是挺幸福的 最近窦霄和超连结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人已经卖起了两人婚礼的入场券 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道插门 窦霄豪至5000万港币去巴厘岛完婚 在2010年窦霄正式出道 搭档周冬宇出演了《山茶树之恋》 可他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2014年 窦霄又传来大消息 那就是和老东家的解约新闻 随后公司将窦霄告上法庭 索赔了300万 也许是觉得辛苦打拼四五年 挣的钱还要和别人分 多少会有点吃亏 所以从2015年开始 精明的窦霄开始转变思路 他深知在演艺圈当劳模改变不了命运 还不如通过豪门来实现阶级的跨越 因此一直到2022年 近7年的时间 窦霄只拍了十几部戏 他把时间都用在当金龟序 在2019年就有媒体爆料 帅气男星和赌王女儿街头热吻 这个男星就是窦霄 恋情被曝光以后 窦霄也不再藏着掖着 每次参加活动 他都会带着何超连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即将圆梦豪门 只是尴尬的是 窦霄的前女友西梦瑶 在不久前嫁给了何超连的弟弟何游君 以后入赘豪门的窦霄 只能称昔日的恋人为帝席了 凭借沙僧火遍全国的池仲瑞 在38岁那年 与大自己11岁的陈丽华 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池仲瑞年轻 俊朗 从外形看上去与陈丽华不搭 后来 季子跟池仲瑞说 你踢光头看着稳重 老成 言下之意 就是与陈丽华更配一点 于是 池仲瑞就听从季子的意见 多年来一直踢光头 池仲瑞出身文艺事家 他虽是演员 但名气始终有限 跟女首妇结婚 对于池仲瑞来说 是人生的巨大飞跃 出于对妻子的敬重 结婚30多年 池仲瑞一直尊称陈丽华为董事长 或许 池仲瑞的婚姻跟普通人想象的 甜蜜恩爱有所出路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乐在其中就行 冰冷龙是苦出身 考上TVB议员培训班后 他只能租住在公司附近的小出租屋里 有时为了节省伙食费 他会吃素面度日 后来林文龙开始受TVB力捧 出演了不少男主剧集 可是他本人演技不够出彩 从未获得过世地 在人才辈出的90年代 林文龙一直半红不火 虽然事业发展一般般 但是爱情却很顺遂 1995年 林文龙与郭可颖因因细生情 郭可颖是塑胶大王之女 家中资产高达亿万 出生富贵 郭可颖的演艺事业更是相当红火 主演TVB剧集 基本上是怕一步火一步 虽然从出生到事业咖位 郭可颖都比林文龙优秀 但两人还是坚定不移地走到了一起 如今已走过27个年头 林文龙基本上算是退出了娱乐圈 参加豪门妻子的家庭聚会时 他也会老老实实地站在后边 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获得了他通过演戏难以获得的财富 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王志文出演过许多筷智人口的电视剧 比如《黄成歌》《大丈夫》《风神》等等 而且在老一辈艺术家中 王志文也算是一位才子 年轻时候的王志文风流倜傥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和许多女明星都有过绯闻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王志文娶了富豪陈坚红 传闻陈坚红自己有公司 年收入过千万 如今两人生活的也很幸福 王悦伦和李湘这对夫妻 是娱乐圈中女强男弱的经典案例了 早在王悦伦留学归来之前 李湘就已经加盟了芒果台 并且很快成为了台里的当家女主持 芒果台早期的节目中 几乎都有她的身影 除了专业的主持能力 李湘的眼光也非常独到 2004年 李湘看中了电影圈这块肥肉 陆续投资了好几家公司 虽然现在注销了不少 但是剩下的几个全都是精华 一直在给李湘带来稳定的收入 2008年 王悦伦和李湘结婚的时候 还仅仅是个新人导演 而李湘已经是身价不菲的大明星了 如今 李湘可以说是主持人中 跨界商业最成功的一位明星 名下上千万的豪宅无数 据她自己透露一座豪宅的价值 只是她一个月的收入 而反观王悦伦 在婚后基本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 除了带着女儿参加了爸爸去哪之外 基本没有其他露脸的机会 当然 王悦伦肯定是吃喝不愁的 就算没有李湘 光是女儿王诗玲的吸金能力 就足够养活一家人了 也怪不得网友们 会吐槽王悦伦赚的还没有女儿多 刘德华作为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无论是演技还是歌唱的实力 都是顶尖级别的 由于粉丝众多 所以刘德华的感情生活 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就在网友们猜测 天王嫂这个名号花落谁家的时候 刘德华却在美国悄悄地跟朱丽倩结了婚 随着时间推移 两人结婚的消息也得到曝光 出于好奇 开始对朱丽倩展开了深入调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本以为是一场女方抱大腿的戏码 没想到朱丽倩的身份比刘德华还要惊人 她的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首富 两人2008年结婚 婚后第四年 朱丽倩为刘德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取名为刘相慧 一个出身高贵的大小姐 甘愿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足以见得她对刘德华的感情 当然 两人的婚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结婚的消息刚曝光时 朱丽倩就曾遭到过恐吓和骚扰 刘德华也为此担惊受怕了好些年 说起周丽波 难免会让人想到 她出手打伤岳父的事情 海派亲口周丽波负面新闻也是很多呀 比如被前妻爆出吸毒 打瞎前老丈人的眼睛 可以说就是一个流氓啦 可是她的现任妻子胡杰 对她可是非常的好啊 胡杰曾说她非常喜欢周丽波的孩子气 有时候周丽波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还会向胡杰撒娇 胡杰是一位商界的女强人 26岁时便白手起家开始创业 现在是温州一家不锈钢公司的老板 资产上亿在上海有多套豪宅 如今 两人经常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看起来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但是关于两人的争议却一直存在 众所周知 吴彦祖娶了一位外国的美丽妻子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美女其实大有来头 她名叫丽萨 父亲是拉斯维加斯著名赌场饭店凯撒公的总裁 所以说她也算是赌王的女儿了 虽然有这样一个有钱的老爸 但是丽萨并没有坐享其成 她早早就离开家 选择到香港做一个模特 生活过得也非常有自有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丽萨遇见了吴彦祖 当时她便敬畏天人 觉得吴彦祖太帅了 之后 在丽萨的主动之下 两人渐渐有了交集 而吴彦祖最终也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 考虑到两人在娱乐圈的地位相差悬殊 吴彦祖为了不给丽萨压力 决定2010年在南非举行婚礼 三年后 两人的女儿吴斐然出世 凑成了一家三口 献煞旁人 甄子丹的感情经历充满坎坷 先后经历了跟梁静茨和万启文的婚姻 终于在2003年请兵王诗诗 王诗诗是一名职业模特 近身高足足有1.81米 站起来比甄子丹还要高半个头 身材和气质都十分出众 而她的父母则是在加拿大做珠宝生意 规模很大 因此 王诗诗的身价自然不菲 她对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也是疼爱有加 但是 对前妻梁静茨和她的儿子 却不管不顾 有一次 他们的儿子因气胸住院 甄子丹非但没有去探望 反倒跑去潜水 这跟她平时的慈父形象反差极大 对此 网友们也没少诟病 纷纷指责她如尽人情 抛弃妻子还对她们不管不顾等等 要怪也只能怪甄子丹的情债太多 用一辈子都还不完 嫁入豪门或是娶个富婆 看似能够少奋斗几十年 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他们也有着无法言说的烦恼 其实 有钱也好 无钱也罢 只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 一样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幸福不是金钱 不是名誉 而是精神上的共鸣 灵魂上的和谐 两个人齐手共进的默契 关于娱乐圈榜上 富婆的男明星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